这个法传承一直到朗达玛王 朗达玛王就是赤松德真王以后再经过一个王 再来再经过一个王就是朗达玛王 他灭佛把佛教全部灭掉 佛教灭掉因为连华生大士知道有一个王将会灭佛 所以他把所有的经典全部藏起来 就是辅藏,就辅藏在所有的各个地方 布丹啊,尼泊尔啊,甚至于辅里面 这藏起来的东西很微妙 你辅藏法有很多人不承认,但很多人承认 他叫你几点几分有言的 跟辅藏有言的辅藏大师 都是连华生大士过气的弟子 他得到感应 在夜亮炎的时候啊,你船到哪一个府的中心在那边等 等啊,等什么?等经典出来 突然之间有一只鱼啊,跳跃起来 一只很大的鱼从湖里面跳起来 他嘴巴吐出一个东西出来 像白光一样,咻!就到船上了 打开来一看 你看,那个就是连华大士当时藏起来的经典 既然是这一只大鱼浮藏在这一只鱼里面的肚子 等到某年某夜某日夜圆的时候 你船开到那里 那个定点等着这一只鱼出现 把那个经典吐出来在船上 你看这么巧妙,这么巧,这么微妙的事情 多可能出现 我是最好了 我的基因里面就有大爷满九十地 你们听啊,这个神奇不神奇啊 说不定啊,这个我们夏日节啊 你开船到那个Lake Barsenton 突然之间有一只鱼啊 这个大鱼跳跃起来 嘴巴吐出一本经典出来 你拿到这一本经典以后啊 花节是旷世的大圆满九次第啊 哇,那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